好来看到花莲市近几年突破国际外交的瓶颈 致力城市外交成果丰硕 那么在5号下午呢 拥有深厚情谊的姐妹是日本宫崎县高千岁丁 也由丁长贾匪宗居 一长板本鸿鸣等一行十三人 特别是前往了花莲进行围棋数天的参访 5号下午日本宫崎县高千岁 在高千岁日华青山协会会长佐藤哲章的邀请下 有亭长贾匪宗之 议长板本鸿鸣等一行十三人 特别前来花莲进行围棋数天的参访 受到市长卫家宴及公所同仁的热烈欢迎 花莲市近几年来突破国际外交瓶颈 自立城市外交成果丰硕 日方参访团这次除了在公所的陪同下 依序前往华莲知名的观光圣地 随后也与卫市长一同前往2020年 在太平洋公园为蒂蒙姐妹室一周年 而设置的同周共渡 遇见契合ING装置艺术 而这也是新冠疫情后 卫家宴接任市长以来双方的首次会面 那其实非常的开心从2019年成为姐妹室一直到现在 那其实今天非常的可惜是家宴一直都没有去到高千岁 那也希望在明年的部分也可以到高千岁去看一看 那其实高千岁一直是日本神话的一个起源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的友情能够长久 那也希望两地的市民都可以常常做交流 而市长卫家宴也表示 华莲市举办多年的太平洋中古马拉松 往后希望能有更多姐妹室的选手参与 共同在体育、教育及文化、艺术等方面交流 提升双方在国际间的能见度 期望透过这次日方的观光彩线 吸引更多人潮前来华莲旅游 并带动观光产业发展 记者 徐立琴 华莲市报道